可能是昨天的镊子没刮好 引擎盖上完漆后 有些地方都出现了凹凸不平的情况 亚当今天准备重新再给他处理一下 用磨砂机把这引擎盖外面板打磨一圈 然后将其清洁干净 干燥一分钟 接着给面板抛个光 这些不平整的地方 估计是为了节省时间 亚当单独给区分了出来 分别给他们重新又刮了一边镊子 随后各自区域补了一个漆 东补一块 西补一块 亚当这修车手法多少有些随意啊 正常整个引擎盖都需要重新做漆的 好在是纯黑色 不太容易看出色差 可能是自己开的车子 没那么多讲究 保险杠咱们也给他抛个光 引擎盖跟保险杠的问题处理完事 将车头两侧的空气挡板跟防撞梁装上去 看到副驾这个前大灯 亚当心里有说不出的苦 1200码内就这么没了 主驾这边的大灯 原本这块区域都被撞开裂了 修复后的品项虽然难看了点 但是不影响正常使用 咱们启动车子 测试看看两边的大灯 是否都能工作 不愧是灯厂 就这灯条设计的真心好看 可惜现在是白天 要是晚上 效果肯定会更好 将这散热器的进气口组件跟空气箱装回去 前隔山亚当订了一个新的 给原车这个隔山上面的车标拆卸出来 装到这个新的上去 再将隔山与保险杠进行组装 之前在试车的过程 亚当发现副驾这侧的前轮悬架 有跑偏的现象 他猜测可能是转向节或者减震器 及下摆臂的紧固螺栓松动导致 于是给紧固螺栓都拧了一遍 两侧翼子板上面的划痕 在处理引擎盖的同时 亚当已经都给它修复好了 保险杠安装完事 这辆奥迪A7修到这里也就完工了 咱们开出去跑一圈试试 最后亚当说了一下 这车子的总维修费 13750码呢 这车子的总维修费